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七十一集 次日清晨,夫妻俩吃了早餐一起出门 霍眠开着白色的大众CC很养眼 虽然不是什么豪车,但是款式绝对拉风 在分岔口的时候,秦楚本应该拐的 但是却继续跟在了霍眠的身后 霍眠拿出耳机带上,拨了秦楚的号码过去 你走错路了,这边是商高价的路,不是去公司的 你从前面的那个转弯可以掉头 回到主路上之后,再往新月路那边走就对了 我知道 知道你还故意走错路 你是脑子短路了吗,秦大人 对秦楚大摇大摆地回答 霍眠简直无语到家 我去南华那边见个客户 哦,原来这样 霍眠挂了电话,继续专心开车 直到车子进了南区疗养院 秦楚才放心地离去 其实哪里是见什么客户 不过是霍眠第一天自己开车 他不放心而已 霍眠本来很担心 自己一个护士开车上班会不会引起议论 等他到了南区之后 才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其他来上班的护士开的都是豪车 有宝马,有路虎,还有奔驰,GLK 相比之下 他的大众系列算是寒酸的了 为什么这里的护士这么有钱呢? 答案很明显 这里的护士大多数年轻貌美 照顾病人的时候 不是做了情人 就是做了小三 还有的直接在医院提供特殊服务 而这些连吴院长都控制不了 因为疗养区都是有来头的人物 你们愿意买,我们愿意卖 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当然,也有一部分护士真的只是做护士 所以整天要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还拿不了多少钱 而豁眠就是这种苦逼的护士 他上楼之后 先去找个护士长报道 南区疗养院的护士长是一个三十多出头的女人 年轻貌美 目测胸部至少三十六地 说话的声音也很温柔 名字也很好听 叫宋林 他说 霍眠,我听说你的事了 也在新闻上看到你了 你救了那个孕妇和孩子 很厉害 谢谢护士长 以后在这里好好干 你只要记得 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要得罪这里的病人 记住这一点的话 你的薪水会很可观的 这句话让霍眠听得自懂非懂 护士长 我想问一下 我分到哪个科室啊 霍眠迫不及待地想去工作 骨科正好缺人 你就先在骨科帮忙吧 好的 那我就先过去了 等一下 还有事吗 护士长 骨科 昨天刚住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病人 你轮流值班的时候 要小心地伺候 千万别出差错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得罪了他 别说我保不住你 就连吴院长 他都保不住你 好的 我一定尽力 对于病患之间 霍眠觉得 只要不是患者 故意找查闹事 他都能安抚 住在医院的患者 大多数心情焦躁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身体不舒服嘛 所以霍眠很有耐心 之前在妇产科的时候 照顾那些孕妇 他都是尽职尽责 骨科的病人 应该更不会有问题吧 骨科VIP疗养病房 一共有时间 不过目前只有两个病人 护士算上霍眠就是四个 两个白班 两个晚班 刚刚好 和霍眠一起上白班的 是个长相十分甜美的女孩 声音甜甜的 一开口就能让人化了一样 就是所谓的童声 霍眠还以为他只有十八九 后来才知道 人家都二十五了 比霍眠还大一岁 你好 我叫王婷婷 童声护士笑着开口 你好 婷婷 我叫霍眠 我知道 你很有名呢 前阵子电视上看到你了 霍眠听到之后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那次上电视 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为此 母亲还特意打电话质问 还叫她辞职不要做了 智欣也一直发微信问她 好在解决了 不然家里人都要跟着操心 霍市长有告诉你 我们这个科室 昨天进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吗 嗯 霍眠点头 这样的 你经验不是很足 你先去照顾另一个 那个大爷 人比较好 不会找你的麻烦 一号VIP那边 我去就好了 哦 行 霍眠对此安排很满意 虽然她并不知道 这些都是婷婷自私的安排 我们科室暂时就四个人 因为病人不是很多 所以也足够了 晚班的护士 一个叫楠楠 一个叫小美 等交接班的时候 你会见到他们的 哦 好 没问题的话 就去吧 二号病房的大爷 是在家滑倒骨折 膝盖处有三根钢钉 所以走路不是很方便 要插幅的 啊 还有啊 她吃饭的时候 给她准备素的 不要荤菜 她血压高 嗯 霍眠将这些都牢记在心 正好到了查房的时间 就直接去了二号病房 她还跟大爷没说上几句话 就听见隔壁 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随后是哭声 霍眠好奇地走出病房 果然 看见婷婷站在一号房门口 眼圈红红的 怎么了 没事 你忙你的就好 婷婷似乎不想多言 霍眠好奇地看了一眼 一号的门口 继续自己的工作 二号病房的大爷 是一个退休的干部 据说之前是警备部参谋 很厉害 一脸的严肃 霍眠进去的时候 她正在看书 是小说版的亮剑 大爷 你好 我是新来的护士 该吃药了 难得有一个穿得朴素的 老人看了一眼霍眠说道 霍眠经大爷这么一提醒 才察觉到 她的工作服跟别人不一样 她的工作服是从第一医院那边带来的 很保守的白色大褂 松松垮垮 没有一点美感 但是这里的护士包括护士长宋林 穿的都是浅粉色的短裙 最主要的是领口很低 有点制服诱惑的感觉 被大爷这么一说 霍眠才觉得自己的穿着比较不同 中午午休的时候 护士长拿着一套工装过来 怎么样 还习惯吗 嗯 患者的情绪很稳定 恢复的也不错 那就好 工装换上吧 这里跟第一医院那边不一样的 说完 护士长地上粉色短裙 护士长 我可不可以穿我自己这一套 为什么 难道你觉得不好看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 有点漏 不喜欢这个样式 霍眠实话实说 护士长复杂地看了霍眠一眼 听说 你是主动跟院长申请来南区的 嗯 那 你来南区 不就是为了飞黄腾达吗 穿着上就得大胆一点 不然 哪有金主会看上 护士长干脆挑明 霍眠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护士长误会了 以为他也是来调金龟絮的 你误会了护士长 我之所以申请来这边 是因为我想换个工作环境 毕竟连连累了那边 我也不好待下去 但是我来这里就是工作的 没想到找什么金主 更何况 我是有男朋友的 哦 这样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就随你了 见霍眠这么说 护士长拿走了工装 晚上交班的时候 另外两个小护士也来了 但是 霍眠却听见他们两个 似乎在为谁去一号房而争执 听他们的意思 都想去一号房 霍眠隐约觉得 一号房估计住着是大人物 不然不会停停上午 主动提出要去 下午他们俩也掐架抢着去 最终 楠楠和小美石头剪子布 楠楠输了 小美心情大好 晚餐都没吃 就去了一号房 晚上 霍眠给秦楚准备好了晚餐 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就接到南区的电话 霍眠 你快来一趟 我们可出事了 挂了电话 霍眠赶紧拿起外套出门 正好在楼下遇见秦楚 去哪儿 医院出了一点事 我先去看看 饭做好了 你趁热吃啊 说完 霍眠慌慌张张的就走了 秦楚看着那么娇小的背影 恋恋不舍 直到消失不见 霍眠到医院的时候 小美已经不见了人影 只有护士长和楠楠 还有婷婷在 怎么回事 小美呢 她不是值夜班吗 她受伤了 啊 霍眠听婷婷这么一说 霍眠倒是有些意外 护士长犹豫了一下开口 是这样的 一号房的病人情绪比较暴躁 小美给她抽血的时候 可能太紧张了 手一抖 针头就动了一下 病人一怒之下 将玻璃花瓶砸在了小美的头上 小美送去第一医院急诊室了 可惨了 据说额头缝了七针 不知道会不会破相 楠楠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婷婷婷 婷婷撇了下嘴角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就说 一号房不是那么好待的 你们两个还强 这下好 出事了吧 小美本来守法就不行 还敢给人家苏绍抽血 找死 不过也没事 苏绍一向出手大方 这边一出事 助理就到了 据说小美的伤势 按照缝针数赔偿 一针二十万 护士长淡定地说道 婷婷和楠楠 似乎都很嫉妒 真是走运 轻轻松松就赚了一百四十万 一台宝石结个钱都出来了 看来 小美那辆破宝马插衣 终于要换了 等一下 所以 现在你们找我来是 霍绵都下班了 但晚上的跑来 可不是听他们来炫富的 而是想问问自己 到底能帮什么 护士长看了他一眼说道 一号房住的人是苏玉 苏玉你肯定认识吧 霍绵摇头 然后其他三人 就好像看怪物一样 那么看霍绵 霍绵倒是一脸的淡定 本是大人物他不认识的多了去了 干嘛要认识呢 你行不行 你居然不认识 四公子之首的苏家太子姨 哎呦 你是不是农村来的呀 婷婷无语 对啊 四公子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苏玉了 其次是霍公子霍思谦 你居然不认识 你也是醉了 男男也是一脸嘲讽的模样 霍绵真想说 霍思谦那个家伙 我更不想认识 但是他懒得提 因为他更不想让人知道 他和霍家的半点关系 所以一号房住的是苏玉 那又怎么样 霍绵继问 第七十二集 苏太子爷脾气很大 飙车的时候韧带拉伤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苏家上下很重视 昨晚就送来了我们这里疗养 用的那是最好的药 吃的东西 那都是从澳洲空运来的 照顾他的时候 不能有一点的差错 他们几个还年轻 手法也不行 你在第一医院 经常临床试验 尤其是上次 还给产妇剖腹都能行 所以这抽血呀 书液什么的 那肯定没问题 我们就在想啊 这以后 这些下针的活 就由你来做吧 护士长的话说完 霍绵听明白了 他们是想让他来做 这些别人不敢做的 或者说 是最有可能得罪人的 小美因为抽血没抽好 都被人家苏少 砸伤缝了七针 所以 其他人不敢动手了 于是 就想到了新来的霍绵 见霍绵不吭声 护士长继续说道 不会让你白做的 我会跟前面申请 一天多给你两百块的补助 是呀是呀 霍绵姐姐 你就同意了吧 不然我们科室真的要被苏少赶尽杀绝了 霍绵忽然明白了 这个科室其他三个护士 除了年轻貌美之外 并没有一点经验 连抽血这种事都不敢做 哦行 那就我来吧 哎 太好了 见霍绵答应 其他两个小护士松了一口气 那霍绵姐姐 这个是书液 你去给苏少挂上吧 霍绵立刻拿出一个托盘 里面放着针管和书液瓶 霍绵换上白大褂 接过盘子朝着一号病房走去 护士长 他能行吗 一个小护士担忧地问道 谁知道呢 看他运气吧 就算被打 那也不会白挨打的 苏少那可是超级有钱的 护士长笑了笑 霍绵因为不知道苏玉是谁 所以自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不比其他的小护士都吓得要死 婷婷上午已经见识过苏少的恐怖了 查个房被骂得半死 直接泪崩 当然他们都是有私心的 妄想靠着自己的美貌 让苏少垂怜 到时候还当什么护士啊 据说苏少的星黄娱乐 要捧一个女星 简直再容易不过 目前内地当红色小花旦 有两个都是苏玉捧起来的 三个字就是拿钱砸 因为苏玉钱太多 所以一推就红 别说这些护士了 苏玉走到哪里 恨不得都有大把的女人 前仆后继地往上冲 头怀送抱 跟秦楚不同 秦楚低调 虽然都知道GK有个太子爷 却没多少人见过本尊 但是苏玉正好相反 他高调 张扬 脾气暴虐 换女人比换衣服快 自己不仅是娱乐公司老总 苏氏家族掌控很多经济命脉 苏氏金融银行遍布全国 已经连续五年 登上福布斯内地富豪榜 前五名 霍绵走到门口的时候 苏玉正在打电话 他飙车很多年了 十二三就开始自己玩改装 赛车什么的 从来没出过事 今年不知道犯太岁还是怎么的 居然玩了一个山区赛道 车子和别的车碰撞了 然后他拉伤了韧带 不得不在南部疗养区 休息一阵子 这里每个人的花销都是不同的 根据个人条件来算 苏玉住的一号房间是套房 足足有一百多平米 家电家具齐全 床都是多功能伸缩的 私人WiFi覆盖 吃的海鲜都是澳洲空运的 据说每天至少消耗十八九万 简直是烧钱 病房门口有四个黑西装保镖 就跟木乃伊似的 一动不动的守着 八个小时就会换另外四个人 知道的以为里面住的是一个富豪 不知道的还以为住的是国家元首呢 太隆重了 霍眠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高调的人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还要接受扫描检查 搞得就好像他是女杀手一样 进去吧 霍眠一进门就看见有个不明飞行物飞来 他反应快 头一歪 没有被打中 然后 那个东西 啪哒 落在地上 是一个银灰色的6S 滚 苏玉心情不太好 打电话骂了助理一通后 看也不看地对着门口进来的人说 霍眠也不管他 直接走过去 接好书也管 然后挂上 让你滚 没听见 如果所有的病人都让我们滚 谁来照顾你 你们要能自理的话 要来这里养着干嘛 住五星集酒店就好了 霍眠没好气地说道 苏玉微微皱眉 生平第一次有人敢这样的态度跟他说话 他倒是想看看哪个小护士这么大胆 活腻歪了 还是玩欲擒故纵的手段 当他回过身 看清楚霍眠脸的时候 争了争 他见过他 在朋友圈里 在电视上 那是前一阵曝光的事情 你不就是那个替孕妇抛妇的护士 苏玉盯着霍眠问道 没错 你怎么在这里啊 苏玉很是意外 霍眠没有回答 趁着他愣神的时候 扯过他的左手 嗖地扎了上去 等苏玉感觉到微微刺痛的时候 已经扎完了 谁让你给我输液的 苏玉愤怒 别乱动 滚针的话就不好了 霍眠提醒 拿开 我不要打针 苏玉极其不耐烦地伸手 去拔针头 然后霍眠双手还胸 看着他说道 你要是不怕我再给你扎一次的话 你就尽管拔好了 反正疼的又不是我 苏玉顿时停下手 他抬起头 沉着脸 看霍眠 死丫头 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霍眠也没有理会他的话 从宽大的白大褂上衣兜里 拿出盐珠笔 拿着病历 说道 苏玉先生是吧 今晚先打两瓶 明早呢 我会来给你抽血 抽血必须要功夫 所以今天晚上八点之后 不要进食 喝水是可以的 说完 霍眠就往出走 该死的 你给我回来 苏玉的话还没有说完 霍眠已经开门走了 从小到大第一次 有人拿他说话当放屁了 无论他说什么 怎么发怒 霍眠都彻底的无视了他的存在 外面的 都死了没有 滚进来一个 苏玉一脸的怒火 保镖立刻屁颠屁颠跑进来一个 少爷 什么事 眼瞎是不是 地上的手机给我捡起来 我要打投诉电话 这医院的护士 素质太差劲 好 保镖弯腰捡起来手机 送到苏玉手里 苏玉拿起来一看 屏幕已经碎掉了 没办法打电话了 你手机呢 拿来 我手机充电呢 保镖憨厚地回道 滚滚滚 快出去 看见这些傻蛋 苏玉更加地心烦 霍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后 护士长和那两个小护士 都有些惊讶 霍眠 没事吧 没事 霍眠摇摇头 宿舍 没发火吗 我没注意他的状态 我就负责输液扎针 然后之后就出来了 那他没有暴躁吗 婷婷试探地问道 霍眠摇摇头 嗯 不清楚 没有注意 不错 干得漂亮 护士长拍了拍 霍眠的肩膀 护士长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早我会来给他抽血的 嗯 回去吧 小心点 霍眠走后 婷婷以为 苏玉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索性将护士装衣领 拉低了一下 然后扭着屁股 再次走进去送晚餐 没到一分钟 再次被苏玉轰了出来 饭菜洒满了地 苏玉生气的是 为什么这些护士这么愚蠢 这点小事就做不好 上午给他抽血那个蠢蛋 他只是盯着手臂看了一眼 那护士吓得手一抖 疼得够呛 都说他发火 可是 刚扎针的那个护士 他怎么手法就不错 扎完了之后 才感觉到那么一丁点疼 由于晚上苏玉发火 先翻了饭菜 这事传出去后 不到半小时 苏夫人就带着家里的女佣 来送餐了 生怕儿子受委屈 然后对着护士长 又是一顿数落 给宋林数落的一句话 不敢说 苏夫人走后 又陆陆续续地 来了很多探病的女人 有名模 有女星 有名媛 甚至还有卫视的知名主持人 无疑 他们都是来看苏玉的 美人都带了食物 有自己亲手做的 也有特意去苏玉 爱吃的餐馆打包的 争宠手段令人择舌 霍民回到家的时候 秦楚还没吃饭 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财经新闻 你怎么还不吃啊 一起吃吧 霍民心里有些暖暖的 脱下外套 洗了手 两人坐在餐桌上 今天工作怎么样 秦楚漫不经心地问 挺好的 可我听说 南部疗养区不太好待 很多护士都会莫名地受伤 看来一切逃不过秦楚的法眼 哼 那都是意外而已 保护好自己 知道 毕竟你在我身上 那是下了重宝的 霍民补充道 秦楚忍不住 羊羊嘴角 你知道就好 你公司也那么忙 你不要老担心我 我这么大的人了 没事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秦楚才不相信 霍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否则就不会出现 被人敲诈勒索的事 还上了人肉搜索 若不是秦楚压下来 他估计这会儿说不定什么样呢 好吧 霍民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有说服力了 对了 给你弟弟买辆车吧 听说他很喜欢车 秦楚无意中说道 干嘛要突然给他买车 他不是喜欢吗 喜欢什么呀 他还是个孩子呢 还在上学 不能高调 霍民一口回绝 可以买个低调的国产牌子 不行 那也不行 霍民不知道 昨天吃饭的时候 朱连令无意间和霍民的谈话 被秦楚听到了 秦楚知道霍民很疼弟弟 所以忽然很想为他弟弟做点什么 不过 看霍民这么坚持 秦楚也没有再说什么 洗了澡后 两人纷纷上了床 自从那一日 秦楚没有得手 气得够呛吼 就一直赖在霍民的床上 这么一睡 就是好几天 偶尔的还会吃点豆腐什么的 也算是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 秦楚 你的手能不能别瞎摸呀 霍民心急火燎的 秦楚的手 本来是放在他腰上的 可是 却有时候不经意地向上移 吓得他都不敢动 第七十三集 吃不能吃 摸还不能摸 秦楚顿时一万点委屈 后面顿时 张红脸别过头 不再跟他谈论这么呜的问题 然后 秦楚就从身后 美美地抱着他 这么睡 其实 秦楚睡眠质量很不好 在美国的七年 可能因为心里惦记着霍民 所以一直都是浅眠 哪怕有一点声音 也会惊醒 回国后也是一样 经常半夜醒来 要抽几根烟 才能睡 不过 在和霍民一起睡之后 竟然能深度睡眠了 因为 他闻着霍民身上的体香 就会感觉 无比的安心和宁静 哪怕全世界都崩塌 也不愿意醒来 早上 各自去上班 霍民开着车很稳 生怕不小心刮蹭 到了医院后 他就赶紧换衣服 准备给一号房的病人抽血 霍民 千万要小心一点 护士长不忘叮嘱 霍民点头 端着抽血工具 进了病房 苏玉正在视频会议 靠在床榻上 对着视频另一头 很严肃地 不知道说什么 霍民不管不顾地走过去 拿起苏玉的手臂 忽然 苏玉猛地抽回胳膊 谁叫你碰我的 昨天说过的 今天会抽血 滚出去 我不抽 苏玉冷冷地说道 OK 你可以不抽 大不了就是在这里 多住上一个月而已 等等 你给我回来 见霍民要走 苏玉放下笔记本喊道 霍民停下脚步 回过头 你刚才的话 什么意思 很明显 你这么不配合治疗 那康复的肯定比别人慢 无所谓 反正又不是我住在这里 你家那么有钱 你就住呗 苏玉一听 立刻气不胆一处来 想了下 冷着脸命令道 过来 抽血 霍民扬了扬嘴角 慢吞吞地走过去 你给我小心点 要是扎错了 你就跟那个护士下场一样 一样也挺好的 听说他拿了一百四十万的赔偿 要不然 你也给我个一百多万的赔偿 我保证扎得比他还要疼 你 苏玉第一次气得无语 你干嘛生气啊 我难道说的不对吗 人家给你扎疼了 你还给了人家一百四十万 难道不是拿钱买罪售吗 死丫头 得罪我 你会后悔的 苏玉警告 哎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和医护人员呢 最好不要接仇 尤其是在住院期间 我要是一不小心 弄出了什么医疗事故 那你就惨了 你敢吗 那样的话 你会死得很难堪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是拉着你一起死的 况且你的身家那么高 那么有钱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而已 说完 霍绵拔出针头 对着苏玉 挪了挪嘴 自己按住 否则会瘀青的 苏玉竟然鬼使神差地听了她的话 按住了自己的针眼 你信不信 我可以立刻让你滚出医院 甚至在C市混不下去 苏玉朝着霍绵的背影 一字一句地问道 霍绵回过头 灿烂一笑 反问道 你这么幼稚 你爸妈知道吗 说完 不等苏玉说什么 霍绵就转身出了门 留下我们的苏少 独自在病房内凌乱 这算什么 是被人挑衅了吗 居然敢说她幼稚 真是该死的女人 活得不耐烦了吧 外面有没有喘气的 给我死进来一个 苏玉吼道 于是一个保镖 屁颠屁颠地跑进来 少爷 什么吩咐 刚才出去那个护士 记得吗 记得 保镖憨厚点头 对 记住她的脸 以后不要让她到我的房间里来 是 少爷 苏玉按住针眼 心中满是怒气 她的脾气火爆 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从小到大 都是众星捧月地活着 连父母都不曾跟自己 大声说话过 后来遇到的哥们 对自己也是尊敬有加 以他马首是瞻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 大家都不敢反驳 再后来 遇见形形色色的女人们 更是如此 恨不得对他跪舔 他知道 这些人 都只是迫于他苏家的权势和威望 而苏玉身为苏家五脉单传 已经成为了新式珍宝一般 连军区首长的爷爷 对他也是宠上了天 爷爷曾说 育儿 只要你不做伤天害理 违背人类底线的事情 爷爷永远都支持你的任何决定 他年少的时候 因为脾气 桀骜不逊 去了部队历练 在军区 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准备要晋升团长的时候 突然宣布转业 转业后 说要开公司玩 但是 不要做家族的银行 所以 父亲 拨了五亿创业资金 短短五年内 星黄娱乐 迅速在国内传媒界崛起 成为了娱乐大鳄 公司捧出的明星 不计其数 去年 更是豪至八千万 签约了当红影后 梁安妮小姐 星黄娱乐的股市 也一路飙升 现在一个季度的盈利 就达到了十亿金额 参与投资的电影 也都成为票房神话 不得不承认 苏玉此人 是极具商业头脑的 苏家上下 也都惯着这个祖宗 而身边的女人 也是走马观花一样 每个月都要换几个 从影星到嫩魔 从名媛到主持人 各行各业都有 那些女人 没有一个不想上位 苏家少夫人的位置 都不敢想 只想着 哪怕做她一个情人 就可以有 享用不尽的 荣华富贵了 据说 苏少出手很大方 一向常说的话就是 钱能解决的事 都不算事 无论什么 就是拿钱砸 砸蒙你为止 就是这么一个活祖宗 进南区疗养院的第二天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护士 折腾得够呛 还被人骂幼稚 苏宇真是人无可忍 下了禁足令 让保镖看着 不许霍眠再进房门半步 霍眠顺利地为苏宇抽血后 就去了二号房 照顾大爷 大爷气色不错 自己一个人坐在床上 玩象棋 霍眠笑道 大爷 一个人不无聊吗 无聊也没办法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会这些的 只知道什么网游 手游 我那孙子呀 整天在家拿手机玩什么 植物大战丧尸 是植物大战僵尸 霍眠乐出了声 觉得大爷太可爱 谁知道是什么诗啊 总之啊 自从科技进步了 之后这些传统的东西啊 就逐渐淘汰了 大爷微微叹息 霍眠走过去 看了一眼象棋的布局和走势 拿起一个马 跳了一下 大爷抬起头 有些惊讶 你懂象棋 嗯 略知一二 霍眠轻笑 来 孩子 坐下来杀几盆 大爷兴致勃勃 霍眠也不客气 坐在大爷对面 认真地下起了象棋 三盘结束后 大爷一脸阴郁 你这孩子不说实话呀 这哪里是略知一二啊 这根本就是象棋高手啊 三盘棋 霍眠赢了两局 最后一局平局 还是因为霍眠给大爷留了面子 大爷活了一把年纪 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些 霍眠不好意思地笑笑 其实他真的不是高手 还是小时候景叔叔教志心 他看了几天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会了 这些年也不曾玩过 如今又玩就找到了感觉 来来来 刚才不算 接着上 大爷似乎上了瘾 不肯罢休 正在这时 护士长敲门 霍眠 出来一下 哦 好 霍眠缓缓起身 啊 大爷 我先出去一下 你一会儿该午睡了 睡觉之前 别忘了吃那个 酱鸭药啊 知道了 你下午没事再回来啊 我们接着玩 大爷跟个孩子一样 满心地期待 霍眠温和地一笑 嗯 好 走出门 霍眠就看见护士长 神色不太对 怎么了 护士长 刚才啊 婷婷去苏绍的病房 打扫卫生的时候 在门口听见那些保镖说 苏绍下了命令 不允许你再进病房一步 晚上还有书页 这 你不进去的话 我真担心婷婷给搞砸了 你说 小美已经出了一个错 如果再惹得苏绍不高兴 唉 我们几个都很容易被开除的 哦 原来是这事啊 霍眠极其淡定 这还不叫事吗 这可关系着我们的职业命运 霍眠 你知道吗 我二十八岁就在这里上班了 我今年三十四了 六年的时间 我这才熬成了护士长 我现在每个月的津贴补助 那全算下来 大约有四万多 我家里还有房贷 车贷要还 还有宝宝要养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 苏绎说的一点没错 她也不是哭穷 对于她来说 这份工作很重要 虽然她穿着也不是那么简点 但是她在医院里口碑还不错 没有和那些病患 有过多的纠缠 最主要的是 听说宋林早就结婚生子了 老公只是一个普通职员 她的女儿因为早产身体不好 花了不少钱 她一个人养家也不容易 豁免多少听婷婷无意中提过一次 所以对这件事的真实性并不怀疑 你放心吧 护士长 我不会让她找到机会开除我们的 可是你都没办法进去输液 这婷婷和楠楠 那手法又都不行 我太了解他们了 护士长在这里四年了 什么大人物都见过 大多数病患 只要小护士撒娇一下 说几句好话 哄哄都没问题 可是这个苏绍 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根本就不顾忌这些的 这个 我会想办法的 总之 你不用担心就是了 霍绵信心满满 虽然看霍绵再三保证 但是护士长还是心里没底 一个中午都恍恍惚惚 心神不宁 晚上交班的时候 婷婷下班了 下班之前还故意提醒道 晚上输液别搞砸了 我知道 霍绵点头 晚上六点 霍绵端着书页用具 朝着一号病房走去 站住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霍绵反问 少爷说了 你以后头不能进 这个病房半步 四个保镖 异口同声 霍绵扫过他们一张张 古板的脸 说 不让我进去 那也可以 但是 你们家少爷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那康复的时间就会延长 到时候耽误了他的病情 上边怪罪了 我可要说 是你们阻拦我 不让我进去给他输液 那你们可以叫别人来输液 总之 少爷说 你不能进去 保镖一根筋的说道 第七十四集 别人要是能做好 还用我来吗 你们以为我愿意 你们家少爷 那个臭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其他护士没有人敢来 他们都怕出错 惹怒了你们少爷 而我 自认为手法还不错 所以 你们要是继续耽误的话 最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都要你们几个承担 霍绵说完这番话 四个保镖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摇摆不定 让开 我得进去 不然错过了用药的时间 严重了 算你们的吗 说完 不等保镖说什么 霍绵推门就进去 三言两语给保镖洗了脑 智商还真不是盖的 苏玉在里面有个微型显示器 是监控 能看到外面的一举一动 他本以为霍绵在门口被赶走 一定知难而退 没想到三言两语就说通了保镖 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霍绵走进来的时候 苏玉随手关闭了外面的监控 抬手 扎针 霍绵懒得多说一个字 苏玉盯着霍绵 你口才这么好 忽悠本事这么强 不去做传销讲师 真是屈才了 我可以理解成 你是在夸我是天才吗 霍绵看了他一眼 反问道 天才算不上 只能说呀 我那几个保镖 是实在是蠢得像猪一样 霍绵扑吃一声笑了 苏玉看见他笑起来的时候 脸颊上有着很小的磷窝 很可爱 不像外面那些女人 笑起来都很做作 要么是捂着嘴装矜持 要么是微微一笑 做出摆拍的模样 像他这样笑得自然 又很好看的 实在是少数 霍绵不再多说什么 挂好书页后 准备下针 诶 我说 我花了这么多钱 在你们这里 不是遭罪来着 你就不能给我弄几个 滞留针啊 天天扎来扎去 是想疼死我们啊 苏玉冷着脸责备 霍绵抬起头看着他 极其郑重地开口 唉 所以说 你们这些不懂常识的人 还真是可怕 滞留针确实方便 避免了反复下针的痛苦 但是因为留置的时间太长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感染 也会对血管造成不小的伤害 一般情况下呢 除非是婴儿 怕他乱动 怕针起包 不然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推荐用的 看样子你还挺专业 苏玉自言自语地嘀咕 废话 我要是不专业 能被派来给你输液吗 你以为这是好事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说话间 霍绵已经扎了进去 总是在苏玉不经意的时候 就完事了 其实也不那么疼 就跟被蚊子钉一下似的 最主要的是 咱们苏少太矫情 因为不能出去吃和玩乐 所以天天在疗养区里找茶 听你这么说 你好像很不情愿护理我 那当然 霍绵抬起头 边观察书业流动 边说道 你可知道给我做护理 每天会有两千元的额外小费 苏玉问 霍绵一睁 摇摇头 这个倒不知道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为啥大家开始都争抢 要来一号病房 不仅可以离苏少进 进水楼台 每天还可以多拿两千块 确实很爽啊 那现在呢 你想不想来 不想 苏玉以为 霍绵会主动求他过来这里 为什么 因为护理你很无聊 还是隔壁病房的大爷人好一点 可以跟他下象棋喝喝茶 好了 基本上没事了 拔针的时候会有其他的护士来 你这段时间尽量地不要睡觉 自己观察一点树叶的容量 说完 霍绵双手插在大挂兜里 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剩下苏玉一脸的纠结 这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如此讨厌的女人呢 真是不识抬聚 居然还说护理他 还不如护理隔壁的大爷 明天他打听下 隔壁到底住的是什么大爷 应该赶走才行 霍绵因为上班的第一周都是白班 所以下班的时候可以按时回家 小美因为意外住了院 她的工作暂时由护士长亲自接替 霍绵下班的时候 遇见了另一个班的护士 楠楠 她开的是一辆宝马X3 白色的 女孩子开还是挺酷的 她看了一眼霍绵的车 笑道 这车也不是很便宜 你干嘛不买个牌子呢 大众的车没有几个人认识 这是我家里人的 不是我买的 霍绵解释 楠楠不再说什么 缓缓到车后 朝着正门开去 因为高峰期堵车 霍绵到家的时候都六点半了 秦楚还没回来 屋子里比较冷清 她打开冰箱 悲催地发现 里面除了面包和牛奶 没有可以做的蔬菜了 正准备出门去超市买 就接到了秦楚的电话 换个正式店的衣服 十分钟后 到门口接你 说完 不等霍绵问什么 她就挂了电话 霍绵忽然在想 要换个正式的衣服 难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纠结了一分钟 霍绵才上了楼 打开衣柜 里面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多了不少衣服 奇怪的是秦楚从来都不会告诉她这些 选来选去 最后霍绵选了一条杜加班纳下装新款比较流行的玫瑰花连衣裙 思蓝想去决定化一个淡妆来搭配 下面只穿了一个白色的小跟鞋 在照镜子的时候霍绵就觉得顺眼多了 也许是素颜惯了 偶尔这么一化妆 自己还都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秦楚很守时 说是十分钟 便是一分都不差 霍绵刚到楼下 秦楚的车也到了 她透着车窗 看见霍绵的时候 确实被惊艳到了 她家老婆平时不打扮 一打扮 还真是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影后嫩魔 甚至霍绵身上还有着常人没有的独特气质 副驾上 霍绵忐忑地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儿 吃饭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霍绵忽然问 秦楚侧头看了她一眼 最后似有微微的失望 不是 随后两人不再说话 博尔曼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 这里能服侍整个城市的夜景 据说 大厨是之前米其林餐厅的厨师长 做西餐和甜点 特别的拿手 而且这里的位置很难预定 每天晚上只接待六桌 而且每桌只信两人 秦楚和霍绵坐在看夜景最佳的位置 整个餐厅气氛格外的浪漫 每个角落里都布置了玫瑰花 还有外国帅哥现场演奏小提琴 哇 这里好美啊 我这才发现咱们C室原来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霍绵感叹 秦楚这时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锦盒 推在了桌子上 给你的 什么 打开看看就知道 秦楚故弄玄虚 霍绵拿起锦盒缓缓地打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枚钻戒 这是要求婚的节奏吗 看见钻戒 霍绵抬起头 看着秦楚说道 不是 就是觉得它很适合你 霍绵拿出戒指戴在手上 很漂亮 尺寸合适不说 最主要的是钻戒的款式很喜欢 很小巧不张扬而且还不俗气 他非常喜欢 秦楚就是太了解他的个性 所以才送的 而不是一下子送什么鸽子蛋之类的炫富 很漂亮 谢谢 霍绵戴在手上之后爱不释手 左看看又看看 秦楚笑了笑 看来他没有白费心思 这款钻石是他自己设计的样式 钻石也是他亲自挑选的 拿到国外去加工 最后空运回来 前前后后花费不下三百万 霍绵当然不知道详细情况 他以为就是市面上那种 一万两万的普通钻戒 这时服务员开始上菜 八分熟的牛排 鹅干酱 鱼子酱 澳洲龙虾 还有一瓶 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红酒 霍绵心里盘算着 今天不是自己生日 也不是秦楚生日啊 可是这气愤怒的 秦楚默不作声 倒了两杯红酒 递过去一杯给霍绵 然后拿起自己的杯子 说了一句 纪念日快乐 霍绵先是一张 纪念日 虽然忽然想到了什么 有些惭愧 抱歉 我都忘记了 今天是我们领证一百天的纪念日 没错 他们领证的时候还是初夏 现在都已经到了夏末 整整三个多月过去了 没有关系 我记得就好 秦楚举了一下酒杯 喝了一小口 霍绵也拿起自己的杯子 轻酌了一下 在这样的特殊日子 跟特殊的人 一起来到如此美丽的餐厅 这场景 简直会终身难忘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我都没有什么要送你的 霍绵有些尴尬 早知道自己应该买点礼物给他的 你要是诚心想送礼物的话 不如送个吻什么的 我想我会很乐意 秦楚说的一本正经 霍绵微微红了脸 但是他还是优雅地起身 走到秦楚的身旁 对准他的脸颊 吻了上去 就在他吻上去的时候 秦楚迅速转过脸 将嘴唇在霍绵的嘴上舔了一口 然后霍绵当时就凌乱了 这秦楚玩的是什么套路 来不及多想 霍绵立刻跑回自己的位置 假装若无其事地吃起东西来 甚至一勺一勺挖着冰淇淋 都不敢抬头 秦楚看着他的景样 微微仰起嘴角 眼神是无尽的温柔 到家的时候 两人都醒了早 刚准备上床睡觉 秦楚就接到了电话 我出去一下 你先睡 怎么了 看出是比较紧急的事情 霍绵担心地问 我爸高血压犯了 要不要紧啊 住院了 还不知道 我去看看 你先休息 说完 秦楚穿上外套就走了 霍绵其实很想说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但是又想到 秦家父母和自己的关系 所以话到嘴边 咽了下去 奇怪的是 秦楚不在家 他忽然睡不着了 可能这几天习惯了 他在身边搂着他睡 突然一个人空荡荡地 到失眠了 所以说 有时候 习惯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有些东西不怕得不到 只怕得到后 再次失去 霍绵一夜 没怎么睡好 早上醒来的时候 发现秦楚还没回来 他想了下 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你爸怎么样 没事了 没事了 降下来了 已经回家 我要去公司开早会 你记得吃早餐 好 回复完微信之后 霍绵洗顺好 喝了一杯牛奶 就出了门 第七十五集 路上 他无意间 打开车内的广播 忽然听到一条 八卦新闻 据某媒体 跟拍报道 昨日在博尔曼顶楼餐厅 当红古装女星 罗飞飞 疑似与 JK太子爷约会 有媒体拍到了现场图片 据传 罗飞飞是JK旗下 某女鞋品牌的代言人 所以大家猜测 罗飞飞可能趁着工作的机会 搭上了JK的太子爷 据餐厅的员工爆料 两个人在餐厅 甜美用了晚餐 恋情疑似曝光 霍绵听到后 只觉得好笑 自己什么时候 成了女星罗飞飞了 难道长得很像吗 拿出手机 百度一下资料 发现 长得跟自己 完全不一样啊 真不知道媒体 什么眼神 不过 霍绵不知道的是 女星罗飞飞 昨晚确实 也去了 博尔曼用餐 只是 不是跟秦楚 是跟身边的助理去的 但是 媒体就喜欢捕风桌游 看见秦楚的车 也停在酒店门口 再加上 罗飞飞 是JK 新的形象代言人 就引发了 一系列的假设 和猜想 霍绵懒得理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 开车去了疗养区 而秦楚 在公司的会议室出来以后 有些疲惫 昨晚他去医院 照看父亲 陪了一整夜 早上又送他回家 一整夜没睡 整个人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 包子 咖啡 小羊立刻递过去 秦楚接过来 缓缓地喝了一小口 包子 那个 您今天看报纸了吗 还没 怎么了 呃 您自己看看 就知道了 秦楚 拿起一旁的早报 瞄了一眼 诺大的娱乐板块 赫然写着 女星龙飞飞 深夜优惠 GK太子爷 恋情疑似曝光 看完新闻 秦楚脸色一沉 所以说 报纸您昨晚 真的去博尔曼吃饭了吗 小羊忐忑地问道 因为他看到照片中的麦巴赫 确实是BUS的 难不成老板真的开始泡女星了 嗯 我确实去了博尔曼 所以说 小羊忐忑地看着总裁 以为他要默认恋情了 所以说这个罗飞飞 是个什么鬼 秦楚沉着脸问道 嗨 秦总 您不认识罗飞飞 就是最近演一个玄幻剧 叫什么戏说风神榜 她是女一号 苏打几 没看过 不知道 好吧 你赢了 小羊就想 就算总裁不看电视剧 但是 每天新闻媒体 也没少报道这个罗飞飞啊 大街小巷 也都是这女人的形象宣传照 想不认识她都难啊 所以说 她家BUS是外星来的 根本就不是地球人嘛 另一头 罗飞飞正要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 绯闻一曝光 更增加了热度 很多媒体记者都堵在门口 等着采访 女经纪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飞飞 今天的头条是咱们工作室炒的吗 当然不是 哦 我还以为是咱们团队一手策划的 这真是好新闻 一下子你就上了微博的热搜 正好一会儿啊 这新闻发布会中 你就可以趁机宣传一下 你下个月上映的电影 好好表现啊 罗飞飞拿着小镜子照了照 笑了 这个绯闻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 在博尔曼吃饭 是让他助理提前一个月就预约好的 没想到 昨晚正好GK太子爷也在那吃饭 他真后悔 自己没认出哪个事 好趁机套他近乎 媒体总是喜欢那么捕风捉影 不过也好 也算是助他一臂之力了 没准趁机真的能和GK太子爷搭上 也说不定呢 驾豪门可是每个女星的终极梦想 镜头前 罗飞飞甜甜地笑着 每一个记者的提问 她都很热情地回答 终于有记者问道 罗飞飞小姐 关于昨晚你和GK太子爷用餐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你们这是恋情公布了吗 罗飞飞略显羞涩 关于这个 现在不方便透露 不过有好消息 我一定会和大家分享的 罗飞飞回答得模糊不清 更是增加这件事的关注度 又有记者问道 听说你是GK集下OWQ女鞋品牌的新一季的代言人 请问你是跟GK太子爷是情侣关系才接的这个工作 还是因为你接工作后才与秦总发展成情侣的呢 抱歉 请大家问有关下月上映电影的事情 谢谢 经纪人这个时候出来挡下问题 罗飞飞这么做 无非是想上位 趁机把热度炒得最高 她自认年轻美貌 就算GK秦总真的看到了报道 也不会责怪自己的 没准还能主动约她吃个饭什么的 总之 罗飞飞把事情想得太过完美了 采访播出后 点击量瞬间突破千万 很多人都对GK这个神秘太子爷很有兴趣 尤其是和罗飞飞有了绯闻 更增加了大家的关注度 GK股市当日也是一路走红 秦母在家看完新闻的时候坐不住了 立刻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打不通 秦楚已经将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 因为太多人骚扰 就连高燃也发了微信问秦楚 哥们儿 你什么情况 不怕霍绵回家让你跪榴莲啊 事实上霍绵早就知道了这个事 但是他清楚真相 所以一点都不在意 GK设计部 江灵月看了报道后 脸色阴郁 总监啊 您说咱们总裁是不是真的和罗飞飞好上了 罗飞飞那种烂货也配咱们总裁吗 真是异想天开 告诉你们 娱乐圈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咱们总裁有洁癖 嫌她脏海来不及呢 江灵月因为太迷恋情楚 所以早就将她的习性打探得很清楚 这些年她耐着寂寞守着处子之身 不过是为了秦楚的一个回谋 总裁办公室内 BOSS 这事闹得挺大 咱们需要让公关部发函回应一下吗 小杨小心翼翼地问着 这种事有什么可回应的 可是罗飞飞小姐 是咱们旗下女邪的心意嫉妒代言人呢 小杨一脸地哭笑 董事长夫人找不到总裁 一个劲儿给她打电话 害得她都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了 早上听秦总的意思 是不认识这个罗飞飞小姐 可是 罗飞飞小姐刚接受采访 字里行间都透着暧昧啊 要说什么事都没有 谁信啊 那么多媒体围在公司门口 如果一直不回应 好像也说不过去 小杨的话终于引起秦楚的注意 他抬起头 微微皱眉 你说 他是咱们公司的代言人 是啊 谁定的 秦楚不悦地问道 这是之前董事会开会的时候 一日通过的 哦对了 当时您出差了 老董事长坐子决定 因为罗飞飞交界比较红 价格也比较合理 就签了一年的合同 通知推广部 立刻撤销这个代言人 换人 换谁 换谁都行 可是boss 我们违约 是需要赔偿违约金的 小杨为难地开口 你觉得我差钱 秦楚反问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还不快去 秦楚黑下脸 小杨一路小跑 到了推广部 下达了命令 财务部立刻准备违约金 律师团队也重新做了解约合同 争取将损失拉到最小 公关部还特发了一条罕见 公布GK撤销 罗飞飞小姐代言人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 再次引起轰动 飞飞 不好了 GK违约了 不用你做代言人了 经纪人匆忙地进化妆间 罗飞飞一听 嗖得起身 你说什么 他们要换人 为什么 罗飞飞脸色难看得不行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不过公司那边已经跟我来过电话沟通了 违约金他们愿意拿 但是就是不要你做代言人了 你知道那款车多火吧 这谁代言谁都能提升知名度的 这么个机会 我们竟然错过了 我不要赔偿金 我不缺钱 我就要给GK代言 罗飞飞任性地说道 你跟我说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就猜想啊 是不是上午的发布会 你说的话得罪了秦总 不能吧 罗飞飞有些不确定 而且 我还听说 经纪人欲言又止 听说什么 听说 他们的总裁下了封杀令 以后 这GK旗下所有的产品 都不许用你代言 罗飞飞一听 一屁股跌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傻眼了 不行 刘姐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能不能联系上秦总 我要亲自过去解释 给他道歉 我不能失去这个代言人的机会 现在的国内一线的女星 都给GK代言 我不能失去这么好的机会的 我要真的被封杀了 那以后的路就难走了 罗飞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颤抖地说道 眼圈红红的 经纪人有些憋气 心想 早知道这样 当初想什么了 压根就不该装作去默认恋情吗 这下惹怒了人家大巴子 直到哭了 唉 我试试吧 不过呀 这希望不大 据说 GK的首席总裁很冷漠的 不尽人情的 秦楚忙了一上午 在餐厅出午饭的时候 公关部的总监走进来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优雅 严肃 是GK的老员工 秦总 罗飞飞小姐的经纪人 刚跟我联系过 她表示 罗飞飞小姐本人 很想见总裁您一面 不知道能否预约 不计 好的 总裁 拒绝了预约之后 没想到 罗飞飞还不死心 下班的时候 在秦楚的车后面追踪 红绿灯路口 秦楚 猛的一个刹车 罗飞飞的白色马沙拉蒂 躲闪不及 碰的撞了上去 秦楚将车子停靠在路边 走下了车 罗飞飞车机一般 也可能是心太急了 想追上秦楚说句话 所以慌忙之中 撞了上去 您就是秦总吧 罗飞飞下车后 态度谦和 秦楚瞄了她一眼 又看了看自己的爱车 皱眉 车是你撞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有话想和您说 秦楚看着她 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 她没认出这是罗飞飞本人 因为镜头上 她都是化了大农妆 而本人则跟电视剧上 有些差距 你认识我 秦总 我是罗飞飞 有事吗 秦楚一脸的冷漠 我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错了话 特意来给您道歉的 请您不要终止我的合同好吗 我 我不要赔偿金的 我就是想给JK公司做代言 求您原谅我一次 关于这件事 公关部那边已经处理好了 你找我也没用 可是 这些事情 那都是您一句话的事 还请您 给一个薄面 我才能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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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